在關西邊 議員是這紅胎愛莉的消息 這京都紅胎愛莉 來經過這個福利賓的旅宋島 後這個京都有比較努力 這個路線也繼續比較偏白 當兵來走 不可能說還沒到我們台灣來 不過這兩天 這個東北部 華人跟台東議員 要注意說今天會再入住 不過受到鳳胎外圍有影響 當台灣的台東和華人 以往有發生大火的機會 他白天這段時間 還是離我們比較近的 可能要等到晚上以後 他是在開始遠離的過程 這段時間就有機會開始接觸警報 既宗教官要離鳳胎越走越近 高級到晚上左右 可以改渡鳳胎海上進步 期待鳳胎為西班沒帶來大火的希望是沒有了 要等到晚上以後 暗時美鳳方面為台灣帶來港給機會 我們預估從大約從快一點的話 可能12號晚上開始 就有一道美雨封面會接近台灣 那13號的話 他應該就是對台灣正式影響台灣 那全台灣到時候 全台灣地區都會有下雨的機會 非常高級到13號到16號 受到美鳳方面的影響全台灣都會落後 不過風水大小 如果卡丁要等到時間卡丁 最好就知道 既然走不走